朋友们好 我做视频不愿意吵热度 不愿意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本来失去的亲人 或者某一个人很伤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打着正义的旗号 或者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 又给伤者去撒一把盐 我认为这是可耻的 所以说我对于一个孩子的不幸 我只做过一个视频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这个热度非常非常的高 我为什么没有去做 因为我长了一颗人心 是做人的人 不是畜生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有关孩子的一些视频和文章 孩子的父母 是最伤心的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都是有儿女 有父母 我们应该有一颗真正的 做人的一颗心 在整个事件 在整个事件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应该保持着一颗真正的善良的心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祈祷 关注 关注什么 关注我们有关部门 正规媒体发出来的声音 当然 当我们有质疑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出呼声 但是绝不是造谣声事 绝对不是忘闻生意 也绝对不是看到一点点事情 自己的一点点的小怀疑 然后把这件事情扩大 我相信很多人 不会理解有异种人 叫什么 抑郁 抑郁症 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忽略了 抑郁症是很可怕的 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大家 我身边就有抑郁症者 然后是同样的方式 去世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一直不想说 我也一直在等待 这个孩子最好的一个消息 我希望这个孩子 最后是该跟我们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然后他自己 或者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勇敢地面对我们 面对学校 面对他的老师 面对他的父母 面对他的亲人 而不是自媒体上 这帮吃人血馒头的玩意儿 天天拿着这个东西 天天在戳着 孩子亲人的伤口 在赚着流量 即使到现在 到今天 这帮东西 依然在做着 打着还原真相 打着要真相 正义的旗号 善意的这种谎言 在赚着流量 我们有关部门 已经发布了很权威的一些信息 可是这帮玩意儿 这帮玩意儿依然在用自己 那个不是人的那种话语 想要说是得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想要得到真相的这种旗号 去让适者的亲属再次伤心 这才是吃人血馒头的东西 这些人是玩意儿吗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亲人 直系亲属 家人 逝去的那种痛苦 所以说 当看到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 心情非常非常的 忧伤 心 很不得劲 所以说 我们 只想 看着 想有一个 最好的结果 当然 我们最后呢 得来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这种事情 它真的发生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 有关部门会给我们一个 非常非常科学的 非常非常让我们大家认可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公布 但是呢 现在 还有很多人 扯东扯西 然后 又把从前的一些问题 全部翻出来 其实 我想说 你们 没有子女 没有亲人吗 你们想得到这个答案 是真的吗 这个真相 是真的 你们是关心的吗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的一些评论 我 我 无法用语言 来表达 这些 说着人话 打着正义旗号的 畜生 你看看 你们自己 说的那些话 留的那些言 当然了 还有一些薄如 你们真的太可恨了 从这个事件开始 一到现在 我这是第二个视频 不想发的原因 就是 不想让孩子的父母 孩子的亲人 受到二次伤害 受到三次伤害 但是 你们 再去这样 让孩子的家属 亲人 再去品尝一下 生理死别 你们的 善念 你们真正的那种正义感 真的 我真的怀疑 有些人 我们不可否认 他们想 要做一件 好事情 但是 我希望 我们现在 闭嘴 不再谈论 我们只看 最后 有关部门 给我们的 答复 这个 才是 给 孩子的家属 最真诚的 一种祝福 也是我们 真正的 善良和正义感的输出 我 感谢观看